大家好,我們這邊到午餐,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兇奴王蒙難記 首先,在去年的7月21號,在飛機草坪上的飛機被拆了 因為即將在那邊行前一條社科院大樓的臨時替代道路 以及在這20年中,他來到20年中,他的使用並沒有很理想 所以決定把它拆掉 不過在當時,因為有熱心同學經過,去阻止了拆除的工程 所以飛機架時是留了下來 而在之後,學生持續跟校方進行討論,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在這些討論中,總務長曾經說到,學生才是校園的主人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說,如果我們真心想要去保護這架飛機是可以 是很有機會的 所以在這個學期,我們開始去收集資料,去了解他 去欣賞他,然後使用 然後開始去推廣他的歷史價值 以及從實際行動來保護他 下面這邊是我們所找到的照片 2009年有畢業生在這裡留下了幾年 2007年有人在這邊遛狗 2005年有學生在這裡辦了活動 而這邊2005年跟2001年都有學校的學生帶著他的朋友 逛校園的時候經過了這裡 而接下來是關於他的歷史價值 還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台飛機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感慨 他到底是誰呢? 我心中遊覽而生了一個問題 他到底是誰?我想要好好認識他 但是他已經不能說話 所以我只能從他身上的一些科文 去了解他到底是誰 但我們找到 借永樂上面的一些標誌是我們了解 我們知道這台飛機叫做F-100 他的名稱叫做超級軍刀機 那他對於這個社會或對於這個世界 他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在我們找到資料我們發現 在航空史上他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他是第一架實用化超音速噴射戰鬥機 在那個年代 我們想要挑戰超音速的飛行 必須要考慮到飛行員的安全 所以他們在設計這台飛機的時候 機體結構設計的特別的龐大跟堅固 所以在美軍的飛行員私底下 把他取名一個綽號叫做匈奴 這張圖片是他在突破音障的時候 旁邊有那個音波的環 那他對於這 他在這航空史上有這麼獨特的意義 那對於台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角色呢? 從我們這學期訪問到 空軍退役上將 宋孝堅、宋教官 據他的說法 在兩岸關係緊張的年代 這一批飛機 這一批飛機是美軍第二批援助台灣的戰鬥機 那他本身具有攜帶炸彈的能力 所以說他具有優良的對地打擊 對地打擊能力然後有效的組合空軍 這張圖片是他在職勤 請務的時候拍攝下來的照片 那從我們這些基本的了解我們知道 這台飛機再來台大之前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工業遺產 而且他也是個文化遺產 那他對於台大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呢? 這時候我們不經有這個疑問 那他為什麼會來到台大? 就我們起初訪問到了一個 機械系實習工廠林師傅 他是從小就生長在台大附近的人 那他的說法是我們從日治時期 事實上台大跟航空就已經有密不可分的淵源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台大會定期舉辦航空講習課程 會邀請日本、台灣還有東南亞一些飛行員來上課 那在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也曾經把台大在殘除山腳下的那些地方 以及陸名堂附近的空地租借給美軍作為基地使用 那後來殘除山腳下那邊那裡 現在仍是空軍的作戰司令部 那在那個陸名堂附近的話 現在已經變成我們學校的議員中心 所以他覺得台大會有這台飛機是應該要有的 那就宋校官的講法他覺得 那個時候軍方正準備要把這一批飛機退役 那他們覺得這批飛機如果要是能在退役以後 對於這個社會還有更多的貢獻的話 也許會有更有價值 那他們首先想到就是可以送給各大專院教 跟機械或航空有關的科系 那這時候台大就是其中一所 那這時候我們校方的反應呢 這時候校方跟這件事有關的是 機械系的賴軍亮賴教授 在校使館的口述訪談的例子裡面 我們了解到賴老師他剛開始聽到這消息的時候非常的興奮 他覺得我們如果要是有這架飛機對於教學上一定有很大的正面價值 但是等他再次訓練以後發現到 原來軍方只給機殼 而不給裡面的內部設備 他就感覺到很慈望 那時候他就說我不想要了 可是沒辦法這場誤會已經造成了 所以這台飛機就在這樣美麗的誤會下來到了台大 那他來台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我們蒐集到這張老照片可以發現到 那個時候這台飛機應該是備受重視的 軍方為了要讓他來台大是風風光光的來 在機身上給他重新上騎 連國輝也在這邊這裡 軍輝在這邊也顯示的特別的明顯 然後校方對於這件事情也不敢等顯示 特別撥了30萬的裝款蓋了這個地板 是符合戰鬥機可以起落的跑道一個地方 那雖然剛開始他是這麼的備受重視 可是行政單位啊 後來對於這方面因為沒有後續的處理 所以就讓顯示了一種無為而自的觀 一種想法跟做行動 他就放在那裡任平他風吹雨打 從我們圖片可以看得出來 他機艙的這個蓋以及他本身附近的一些狀況都變得很差 那這台飛機在行政單位的漠視下 對於學生有什麼特殊的影響呢 從我們找到 從我們這學期陸陸續續的訪問 以及找到一些照片裡面 我們了解到這台飛機對於一些畢業的老學長來講 他們是一個年輕時候共同的記憶 從我們稍找前面看到的一些照片 以及這邊可以了解到 當他們回來台大的時候都會希望來這裡 照個像 有一種地標性紀念性的價值在裡面 學生活動也喜歡搬在這邊 那從我們跟機械系助教反彈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他們當初這些 就是他們這一批學長 這些學長裡面啊 就覺得 剛來到台大看到這些飛機實在是很興奮很開心 但是沒有辦法跟他有多一點的相處 只能夠在學生客餘活動的時候跟他有多接觸 他們也覺得這個回憶對他們來講是很珍貴跟難忘的 那在跟學生一起青春的過程中 有一件特別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野百合學運的時候 學生把這個軍灰視為威權體是在校園裡面的延伸 所以說他們在上面畫了一個大叉叉 可是那個照片實在太難找 我們就只能從後面這個地方發現到 當學校了解 當學校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覺得非常的震驚 因為那個時候外面社會還沒解嚴 他們就趕快請 就連夜趕快打電話 請附近的那個機械器工廠師傅 趕快回來把他重新塗回來正常的樣貌 避免遭人非議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那個 我們從這張照片可以發現到 他的心芒非常的不整齊 圓圈也顯得非常的不專業 跟剛來台大那個時候完全不一樣 那除了跟 他跟學生事實上是那麼密不可分的 可是學校在 在社科院臨時天帶道路進行當中的時候 把他視為路障 就這麼硬生生開進了一台大卡車 把他踩了 你看他的起落架以及他的機身就這樣被 被毀滅掉 那我們覺得這台飛機對於我們 是有獨特的價值 對於台大的學生是有獨特的價值 在歷史的定位上他也是有 他也是個珍貴的遺產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那我們就在去年的12月20號發動了一場 寒冬沐浴的活動 那接下來由下一位同學為大家介紹 好的 那相信大家看到剛才的同學講的 只要我們的緣起 就說我們在上班學期呢 建構完一把他在台大失落的歷史之後呢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 直接做出一些行動 為他的未來做一些俘虜 那我們怎麼做出行動呢 我們就在網路上號召我們的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 今天我在網路上 感谢观看